在日本有这样一种职业 租房不用给钱 房东还倒贴 睡一晚一万块 但这个职业很恐怖 叫洗屋人 他们住进刚死过人的凶宅 住满一个星期 就可以把凶宅洗白从普通住宅 让房东可以顺利出售 或者租给下一位租客 玉子就是一名职业洗屋人 他有一盏通灵灯 把它放在房子里 只要灯光闪烁 就说明这间屋子里有鬼魂 见通灵灯闪烁 玉子开始在房间里翻找 他打开浴室门 果然发现一个男鬼 对方见这个女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他一脸懵逼 原来玉子还有一个特殊能力 他能看到鬼魂 见有活人能看到自己 还是个小女生 男鬼开始扮鬼脸来吓唬他 可突然 他的手腕整个断掉 看来 这个男鬼就是这间凶宅力 割腕自杀的出客 尽管画面非常的诡异 但玉子没有丝毫害怕 关上门 张着男鬼的面 就要换衣服睡觉 看到这一幕 男鬼猥琐地说道 张着我的面换衣服 你就不怕我涂抹不轨 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 是因为玉子知道 鬼魂碰不到现实中的人以及物品 第二天 玉子开始画画 他把这个鬼昨晚有趣又诡异的样子画下来 这是他的习惯 他从小都喜欢画画 自从他做喜无人开始 就把遇到过的鬼魂 全都用画记录下来 有迫于生活压力上吊的 有无依无靠病逝的 甚至 有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在家里活活饿死的 看到这些 男鬼都觉得甚得慌 他忍不住问 你跟这些鬼住在一个屋檐下 不怕吗 可玉子却说 比起鬼魂 活人更可怕 因为活人会骗人 他五岁时 妈妈把他送到外婆家 给了他一个大额灯 说不久就会来接他 但妈妈骗了他 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认为妈妈抛弃了他 所以变得孤僻 没有朋友 刚满18岁 他最爱的外婆也去世了 无依无靠的他 被鲁芒舅舅带走 让他当起了喜无人 这天晚上 玉子在床下找到一盒音乐磁带 男鬼看到磁带 立马变得亢奋 原来他是一名歌手 但因为做音乐多年 却一直没有得到认可 内心崩溃选择了自杀 这和磁带 是他生前最后 且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他请求玉子 帮忙把这和磁带 送到音乐公司 他就可以安心的去投胎了 玉子答应了 刚要听男鬼的作品 就接到了舅舅打来的电话 他要搬去另一个凶宅了 这间房子 前天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玉子刚住进去 地板上就浮现出一个 背上插着刀的女鬼魂 看来这就是 被杀害的那个冤魂 他抬头看了一眼 玉子赶忙转过头 假装看不见他 可这个女人本来年轻貌美 还没体验到人间的快乐 就莫名其妙被人给杀了 他非常的崩溃啊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要报仇 赵医生尖叫 把玉子吓了一跳 但他还是假装镇定地看书 只要过了七天 他就可以结束工作离开这里 可女鬼不停地在那儿 逼逼叨叨 哎呀 露下了 女鬼发现这人能看见他 立马凑到他跟前 开始大道苦水 他想知道凶手是谁 女鬼非常的激动 怨恋太强 把房子都给弄得晃动出来 玉子受不了了 拿起衣服就跑了出去 他来到网吧 准备上网查一查 这个凶杀案的经过 看能不能找出凶手 让女鬼消停一点 原来这个女鬼 是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 前天晚上 她刚回到家 就在门即将关闭的一刻 一个身影从后面跟进来 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把她推倒 揪起她的头发 从背后捅了她两刀 伤及要害 当场毙命 而这时 玉子查到了一段采访 是女鬼的邻居阿飞 她面对采访时 说案发当晚她在家 但没有听到任何异响 可她眼神多闪 不停地扶眼镜 这样明显是在撒谎 回到凶宅 趁女鬼还没开口逼逼 玉子想先把邻居阿飞 是凶手的可能说了出来 可女鬼立刻否定了 因为她认识阿飞 就是个弱鸡宅男 她被杀的时候 明显感觉是一个壮汉 好吧 线索断了 玉子也懒得再管 她又不是警察 可接下来的几天里 女鬼每天都在她耳边问 凶手抓住了眉 只要玉子不回答 或者说没有抓到 她就会不停地问 看书问 吃饭问 洗澡问 就连睡觉的时候 也要问 原来这个女鬼还是个烟鬼 点个烟 就算给自己上香了 可没消停多久 她又开始叨叨了 玉子被她搞得 可以坚持不住了 可这天 之前那个男鬼突然出现了 原来她附身在磁带上 跟着玉子搬到了这里 这女鬼见男鬼 打招呼的方式 都跟活人不同 女鬼爬过身子 不懈地说 你这算个屁 姐可是被捅死的 男鬼一看 哟 还跟我用的是同款刀具 当初我哥外自杀 也是用了这个牌子的水果刀 两个鬼越聊越投机 玉子终于是解脱了 她来到桥上放松一下心情 可突然 邻居阿费上前一把抓住她 原来她以为玉子要自杀 这突如其来的关怀 让从来没有朋友的玉子 感到了一丝温暖 他们边走边聊 很快就数落起来 当聊到凶杀案的时候 阿费告诉玉子 案发当天 其实她听到了邻居的惨叫声 但她很害怕 没敢过去查看 她这些天一直都很愧疚 不过她看到了杀人凶手的相貌 这可是一个大线索呀 玉子按照阿费的描述 画出了凶手的肖像 她让阿费拿去交给警方 于是阿费回到隔壁 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 警察就上门拜访 阿费把画像交给了她 可阿费一时紧张 没注意到 眼前这个警察就是凶手 当她反应过来时 警察已经一拳把她打倒 原来这个警察是女鬼的绑衣大哥 可一直没能跟女鬼成为男女朋友 所以心生怒意 选择了线下单杀 见事情败露 警察想杀阿费灭口 旁边的两个鬼想上去帮忙 但他们碰不到活人 只能干着急 而这时 门铃响起 是送披萨的外卖员 为了不打草青蛇 她威胁阿费开门取外卖 可一打开门 玉子突然拿着灭口气出现 在外卖员和舅舅的配合下 凶手被控制住 而刚才她殴打阿费时说的话 也被录音 面对她的僵侍法律的制裁 女鬼终于可以安心投胎了 接下来 玉子又把磁带寄给了音乐公司 男鬼的最后一个作品 也得到了听众的认可 她也安心投胎去了 玉子也继续当喜悟人 因为她想帮助 更多没有完成术院的鬼魂 不过 她身边多了一个可以陪伴的人